在清华国关的课堂当中学到 俄罗斯历史上有这样几句话 彼得大帝塑造了俄罗斯的躯体 叶卡捷琳娜女皇塑造了俄罗斯的灵魂 普希金塑造了俄罗斯的精神 大家好,我是江浩克 西方究竟为什么讨厌俄罗斯 俄罗斯建国之初,亚根就不是欧洲国家 是政治家一步步达到成为了欧洲国家 创始人三代俄罗斯皇帝来看看 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 为什么说彼得大帝塑造了俄罗斯的躯体 现代俄罗斯的版图 大帝的那几个方向 那几个欧洲部分的出海口 我们应该不断的往西 这些理念是他定下来的 是他抢下了芬兰湾 就是今天的圣米德堡 所以说他塑造了俄罗斯的躯体 在彼得堡看他的头目的左向很高 两米多,很瘦,推很细 其实他从小是生活在恐怖当中的 他爹死了,他姐执政 本来他是皇子 但是让他和他的兄弟两人一起执政 叫双头鹰,叫连体政治 普京和梅德维杰夫搞这种组合政治 在历史上彼得大帝和他的兄弟也搞过这种政治 彼得姐姐很凶 周边的人随时有可能那些手握重权的大臣 随时发动政变 不知道会杀了谁 俄罗斯所有的权力交替都伴随着阴谋流血 所以他在恐惧中涨淡 但是一旦手握大权的时候 他清除一击,消灭不重的大臣 很快确立了自己的统治 他当时确立了挺进欧洲的这样一个方列 继承了一帆雷利的一些战略上的思考 追求成为真正的欧洲国家 而非单纯地理意义上的欧洲 他当了沙皇之后 装成了一个俄国水手到法国 荷兰比利时英国去看 去人家的工厂看 他觉得应该像欧洲那样发展建设 原来的俄国人都是穿长袍 留户须 上马打仗都很不方便 他就强迫要求提掉这种大户须 要改穿所谓的叫马库 而不是那种长挂 他进行了一系列的理智上的一些改革 政治体制上的一些改革 军队的改革等等 他引入了海上海军的概念 以英国荷兰为标杆 陆军的概念以普鲁士为标杆 俄罗斯的建制 后来我们来看 学的是普鲁士的建制 三三建制 一个师三个团 一个团三个嬴 后来也影响了中国 陆军的概念 其实这是普鲁士的军事的概念 彼得有一个要和欧洲融合的理念 彼得认为一定要成为真正的欧洲国家 从理念上 从文化上要跟欧洲融合 因为欧洲是发达的 我们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 西欧始终瞧不起斯拉夫人 在欧洲人眼中 斯拉夫人 日尔曼人 卡尔特人 他们是三大蛮族 其中最落后的蛮族就是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只做一些农业 很野蛮 强掠 打家结舍 很看不起的 但是彼得认为一定要和欧洲融合 可是西欧团结的基础和俄国是不一类的 我们说欧洲能够建立像欧盟这样的一个共同体 他们有一个体制化机制 他们有三大支柱 欧洲为什么能融合 美洲为什么不能融合 它有三个基础性的支柱 第一 希腊多玛文明 及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现代民主制度 这是第一个基础 欧洲融合的基础 第二 基督教基础 包括新教 天主教 但是没有包括它的一类东正教 东正教是一种神权服务军权的教会 是当时俄罗斯帝国在那里通知国家的一种手段之一 第三 融合的基础 我认为是语言的同根性 欧洲的所有语言 那个词根是相同的 正是基于希腊罗马文明基础之上 建立的现代的西方民主制度 以及基督教 语言的同根性 欧洲才有融合 才有统一 但是俄罗斯的文明不是罗马文明的延续或者扩展 俄罗斯所谓的文明 跟欧洲的文明完全是不一样的 语言也不具有同根性 俄语跟法语英语差别太大了 所以他建立的那个制度也完全不一样 他始终是一个封建的 落后的 农业的 军事的 这么样的一个王权国家 所以他很难融入 但是当时彼得真的想融入欧洲 他认为俄国需要水域 没有出海口就不能生存 上来之后打的北方战争 打了21年 打败了瑞典 瑞典从此再也没有成为东欧地区的强国 俄罗斯帝国成为了强国 通过签署尼斯塔特合约 从法律上承认 波罗的海出海口的沿岸地区归俄国 就是今天的立陶宛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这些地区归沙俄 大通了进入欧洲的出海口 正是从彼得时期 欧洲对俄国另眼相看 俄国踏上了成为欧洲列强的征程 所以彼得大帝这个君主 他把那么一个落后的国家 打败了欧洲的海上霸主瑞典 欧洲列强开始对他另眼相看 彼得大帝起初重视西方 轻视东方 1689年亚克萨之战之后 大清的索沃图签署了 中俄尼布楚条约 这个条约我们认为是一个平等的条约 在俄国史书上始终认为 现在包括普京自己都说 尼布楚条约是强加给我们的 居然我们也能强加给别人 不平等条约了吗 尼布楚条约承认 东方的这些土地都是中国的 但是愿意跟俄国共享一部分 它的本质是这样子的 但是彼得大帝的用兵重点是在西方 瑞典是他的主要敌人 而不是满清政权 所以他宁愿签署这个条约 奠定了中俄两国 一个半世纪的和平基础 彼得不能把军力用到这个方向 他得用到西部方向 他得跟瑞典港 他得向欧洲挺进 你跟东方以后都有机会 用戈萨克人就可以对付了 这是早期彼得的想法 所以大家看他上任成立了 卡尔梅克与戈萨克的管理局 卡尔梅克人是什么样的人 大家都看过 《东归英雄传》 蒙古西征 后来蒙古人被打败了 蒙古人回射 很多人没有撤回来 卡尔梅克人就是留在了欧洲 没有撤回来的 包括了卡尔梅克人 图瓦人 还有图瓦胡特人 他们没有撤回来 后来要求回来 其实是夸大了这段历史 他们在当地是没有办法生存的 只要有能生存下去 他们就不会回来 彼得感觉到戈萨克人很管用 这些人能够向东向土地 后来他成立了卡尔梅克与戈萨克管理局 把戈萨克军事化了 你平时可以少纳税 你抢来的土地都归你经营之力 这是一点 另外第一次在外交衙门当中 设立了一个主管亚洲的机构 亚洲处 东方有那么多民族 原来他认为东方只有一个满清 没有那么多民族 后来开始抓了一些人过来教语言 东方语言学校 最早的汉文学校 彼得立他儿子为王处 但是他的儿子 很多大臣都联合起来反对他爹 为什么 说你搞这套东西太激进了 为什么一定要向西欧学习 学欧洲 斯拉夫人就很好 所谓的斯拉夫主义 最后彼得看着那些人心心 将他儿子在他眼前打死 第二天他就接见了瑞典的外交使团 脸上毫无悲伤之情 我看瑞典大使团有一本书当时写的 那些人都很惊讶 因为前一天 他让这些人把他的儿子打死了 第二天他还接见这些外国使节 他确实心很硬 比亚大帝死之后 证券传给了他的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叫叶卡杰琳娜 但是这个叶卡杰琳娜 不是那个叶卡杰琳娜 这个被称作叫做叶卡杰琳娜 伊士女王 这是一个瑞典的女人 北方大战的时候 跟瑞典交战 他手下的一个大臣 抢了一个女奴 抢来的 做饭 他觉得这个女奴很好 比得她的身体不是很好 生的儿子很少 他一看这个女奴身体很强壮 又能干 又会讨人喜欢 他就把这个女奴给抢过来了 给她了 后来这个女奴立她为后 这就是叶卡杰琳娜伊士 今天的俄罗斯内陆 有个城市叫叶卡杰琳堡 很多人说叶卡杰琳堡 是以叶卡杰琳娜二世的名字 来建成了一个城 不是 你看叶卡杰琳堡 建成日的那一年 是1721年 是比得以叶卡杰琳娜 就是他的这个妃子的 以他的名字来建立的 叶卡杰琳娜二世 以法律的形式来界定了 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 同治国家同治了一段时间 后来这个人也不行了 比得的一个外孙当了皇帝 当了皇帝不务正业 但是他老婆很厉害 这个人就是叶卡杰琳娜二世 是普鲁士的一个 小邦国产地主的一个女儿 她来到了这里 刚来到的时候16岁 刻苦地学习俄语 俄语很难学 有一个电影是美俄联合拍的 叫叶卡杰琳娜女皇 很好看的一个电影 没事了大家可以看一看 她冰尖雪地来到了这里 她老公养了一大堆情人 也不理她 也不务正业 后来她老公死了 她就掌权执政了 这是第一个外来人来掌管俄罗斯 我们看一下她的执政理念 她上来之后以圣谕的形式 以法律的形式 界定了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确保国家定位 这个人非常强悍 她说假如我能活到200岁 全欧洲都将匍匐在我的脚下 治理俄罗斯这样幅圆辽阔的国家 只能用君主专制 除此皆为下策 叶卡杰琳娜是一个 有开放思想 有包容精神的一个人 看她的成长经历 她父母从来不打骂她 给她充分的空间 她父母都认为 你嫁到俄国去 道路凶险 蛮荒之地 冰天雪地 你去那干什么呢 她觉得我要嫁给一个皇子很好 以后我可以有所作为 而且她在普鲁士的时候 她就跟法国的一些 现代启蒙的思想家 像福尔泰 狄德罗这些人通信 法国大革命 法国民主革命 那一些根 其实都在这个人身上 其实她的思想深受 像福尔泰 狄德罗 卢梭这些人的思想 应该是一个非常开明的君主 她确实很开明 但是她认为 俄罗斯浮原辽阔 这个国家太广阔了 人种各异 要治理这个国家 只能用专制 所以她有一句 很著名的话 如果俄罗斯想要获得民主 和周围邻国尊重 俄罗斯就必须成为一个 令人生畏的强权国家 斯大林跟她这句话延伸了 你想要别人尊重你 你就要别人怕你 别人怕你 别人就尊重你 这都是她的一些理念 美国的一个历史学家 曾经描述 她是怎么进行对外交往的 怎样打造俄国安全的 她希望对一些大国 都不承担义务 而保持自己的自由行动 希望利用俄国和周围邻国 无暇顾她的情况下 和他们的弱点而得到好处 以便在没有外国和援助的干预下 实现她自己在波兰和黑海的目标 希望一旦出现机会 俄国便以和平缔造者 和国际争端仲产者的身份出现 从而提高自己的个人威望 和俄国在欧洲政治上的影响和分量 找机会 不承担责任 只捞好处 说白了 这是对她的一个评价 讲到最后 应该都看出来了 现在的俄罗斯很多影子 就是这样一步步变化过来的 这样的俄罗斯 西方怎么能够接纳呢 多国在和俄罗斯交往的过程中 总结出来的经验是 跟俄罗斯打交道 你没有吃亏 就算占便宜了 我是姜好客 关注我 关注更多的好客 关注更多的好客